父亲 父亲太跪天了 什么 朱元璋为了给孙子铺路 竟然将往日 一同打天下的老哥哥斩于马下 太子朱镖病重 朱元璋自个身体也大不如前 而屁股下的龙椅 却成了各方势力的营火索 几个儿子也心勃勃 夺敌之争必无可避 就连曾经跟自己打天下的虚打 也偏向了朱棣一方 朱元璋对朱棣忌惮非常 儿子没了还有孙子 这皇位怎么也轮不到其他人锦鱼 为了给朱宇文铺路 朱元璋还是对徐达下了死守 你混 你混蛋 你们不是人 我打死你们 住手 妙吉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 岳父大人是怎么死的 女孩哭着讲述了来龙去脉 君要沉死 沉不得不死 听闻徐达染上独居 朱元璋却派人送了一只发信的烧鹅 徐达当即就明白了男人意思 一口烧酒一口烧鹅 直将肚肠穿烂 死前还在高呼谢恩 臣敢计上他 徐达 父亲 因为自己的缘故 导致徐达无故躺枪 朱棣心中苦涩难安 不只是他 朱元璋在得知徐达死讯后 更是直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不吃不喝痛苦好几天 我觉得在皇上的眼里 大明的国运比亲情良心要重得多 也许正是因为朱元璋的冷酷无情 才导致朱棣后期极其看重亲情 生在皇家命不由己 朱棣过得如履薄冰 姚广孝作为局外人 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能让朱元璋狠下心来对老兄弟出手 肯定是内功出了什么大事 朱棣心下猜想被证实 还被采取行动 徐达救不就闹起了事 这帮人跟着老丈人打天下 只听他老人家一人的话 徐达一死 几个刺头顿时冒了出来 为抢夺军粮内部打斗 暴乱下还杀了老百姓 朱棣恨铁不成钢 一气之下竟要斩个闹事的头 姚广孝连忙劝阻男人三思 闹事的都是徐达救不 细想却有很多蹊跷 徐达一向带兵严虑 不至于刚走就闹出这么大的祸端 朱棣搞不懂胡成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姚广孝一针见血 胡成只是小楼 真正的大boss还在他背后 网上想一想 能让胡成沉浮的人 除了龙椅上那位还有谁 看来朱元璋已经有了储君人选 但那人绝不会是他 而是他大哥的好儿子 而胡成就是朱允文的人 水来土掩兵来将榜 朱棣为了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给自己扣上的结党银丝的高帽子 果断将注意力放回粮草上 而姚广孝也下达了最后指令 等到运送粮草的张玉 浑身血无山山来迟之际 没有赏赐 没有嘉奖 只有朱棣一声冷冰冰的军阀 也是杀鸡锦猴 军中立威 朱棣最后为了男人一碗热茶 也当着众人的面 送于期违反军规的张玉上幕 朱棣压根没想杀人 一句斩了却震住了所有人 要不是他们闹事 也不会连累张玉兄弟 朱棣这是明晃晃地警告他们 军令如山 不管是谁乱级 下场只有脑袋搬家 众人求情不得只能请死 男人愿意用自己的脑袋 换张玉一命 终于有人承认错误 朱棣面上不鲜 心中却了如指掌 而张玉不忍主子为难 直接抱着视死如归的念头 主动开口 而朱棣本人则是痛哭流体 一个张玉 成功将所有人再次凝成一股神 而朱棣也上道地赦免张玉 即便自己没有虎服兵权 也有掌控千军万马的狮权 这个皇位 他还真要跟侄子争上一争 我再次准备一门